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半年 集团创新产品收入按年增长大约是一成半 而除了创新产品之外 还有11个仿制药获得批准上市 整体仿制药收入在上半年已经实现一个正增长 业绩表现不错 看到终生制药今天排行过市 全日升到大约百分之二 收到3.02元 高位上过3.03元 另外 望望就是华晨 华晨反而发作刑警 预料半年盈利跌六成 去年同期股东英占盈利大约37.44亿人民币 公司解释日利减少主要由于集团主要联营公司 华晨保马汽车的业绩下跌 以及附属公司以付股息的预购税 大约14.74亿所导致 华晨中国全日大约3.5% 收到3.06元 穿了4元的水平 最低落3.79元 最后看一只淡仔 下午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 除税后日利 按年大约6成2 期内收入按年未跌大约0.3% 集团说到香港核心市场仍然充满挑战 出境旅客人数接连上升 影响消费气氛 至于香港以外市场表现亦很坏参叛 其中集团在日本的业务 继续取得一个娇人的进展 收益增长和营运效率都相相有提升 相反新加坡的收益停滞不前 竞争激烈和经济环境不明朗 亦都导致集团在大陆的业绩受压 淡仔全日都要跌大百分之二 收报9号4指 全日跌两仙下来 这次亦都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明天再见